大家好, 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同大家看個特發新聞 在泰國發生了一宗槍擊案 到現在為止已經造成至少三死三傷 而這一個兇手槍手嫌疑犯是只有14歲少年 這一個槍擊案在曼谷購物中心所發生 根據最新消息報道所說 警方說是疑犯最後同意放下武器 和在三樓被制服了 看看現場的影片 這個位置就是槍擊案的商場 那些人一聽到有槍聲 知道有人在裡面開槍 就是這樣全部衝出來 看到都應該很害怕 跑到這樣 另外一條影片 就是有人一邊走一邊在拍 幸好最後一個槍手被制服了 現場影片來的這屆 好啦今集就和大家看到這一道先啦 那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